年纪轻轻却总有心慌的症状 是怎么一回事 工作特别累或者熬夜之后 肯定会觉得心蓬蓬直跳 这心慌感觉特别明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有的又称为心脏神经关能症 它就会表现为心慌 烦躁 睡眠不好 心慌出现应该如何应对 在整这个片的时候 到后半夜凌晨三四点那时候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心慌 就是心跳得特别厉害 晚上阴气比较重的时候 那么你还在工作 那么阳气不能入阴 而且你在消耗你体内的阳气 缓解心慌都有哪些方法 王老师 那您说我们是 一下一下地点按呢 还是应该揉呢 一直按着 一直按着 一直按按住 按住以后可以加大一点力量 导致它一些酸麻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教你出现心慌时 如何正确地应对 赶快听听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我是方亮 今天我们节目要说的话题呢 就是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心慌 那这心慌可能很多人 好像都发生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工作特别累 或者熬夜之后 我肯定会觉得心蓬蓬直跳 这心慌感觉特别明显 但是我一般是在喝完咖啡之后 立马心跳加速 心慌失措 不光是咖啡 还有就是个奶茶 有的奶茶喝完之后 也就是感觉心跳得厉害 是不是 感觉人甚至有点精神恍惚 总之呢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 也有很多人都有过 类似的这种症状 但是前段时间 我们的朋友圈 圈友王先生 给我们打了电话求助 说自己的症状啊 不仅心慌了 整个人都跟着一起慌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今年25岁 然后经常会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 总会出现心慌的一种症状 而且心慌憋着气上不来 最近一段时间 工作压力有点大 然后经常加班 也没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最近有一天又加班的时候 心慌的特别厉害 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我想外面专家老师 这种情况 我需要去医院吗 或者做什么检查呀 那王先生这种 稍微累点就发生心慌的症状 究竟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专家 给我们好好地分析分析 来 掌声欢迎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新内科 王凤荣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本期特药嘉宾 王凤荣 主任医师 教授 辽宁省明中医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新内科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指导老师 国家区域心血管诊疗中心 学术带头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 学科负责人 您好 王老师 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 自己刚刚25岁 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那他这个心慌 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回事呢 25岁的一个年轻的男性 就经常出现了心慌的症状 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 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 以心慌 气短 时眠来就诊 那么年轻人 可能和许多认数都有关 首先我们就看一下 他有没有气质性心脏病 那么什么叫气质性心脏病呢 就像我们冠心病 高血压等等 都是气质性心脏病 那么如果这么年轻的一个患者 他仅仅表现有心慌 血压都是正常的 我们来如何考虑他 第一个 看看他有没有假抗的症状 那么假抗就会出现心慌 血压高 情绪不好 容易发脾气 而且会出现消瘦的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要排除 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做一些检查 像查一些假工的情况 再有一个年轻人 就要问一下他的病史 有没有最近的发烧感冒腐泻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就做一个心电图 如果心电图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排除 他有心肌炎的可能 再有一点 还有一部分 其他疾病也可以出现心慌 像我们贫血 像一些低血糖 有一些睡眠不好都可以出现心慌 最近还有一个情况 那就是有一部分的患者 出现了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有的又称为心脏神经关能症 它就会表现为心慌 烦躁 睡眠不好 那么情绪不好 精力不济重等等 那么这些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工作压力大 那么经常的熬夜 那么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种症状 那你说像这位年纪青青刚25岁这位朋友 他所形容的自己这个慌的状态好像挺严重的 他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得到医院去找专业医生来看看 应该去到医院去看看 应该排除我所说的这些疾病 那么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因为看了以后 基本就能够给他诊断清楚 从我来对这个患者的相关症状来看 目前还考虑它是一个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情况 那老师 我前两天正好就熬了个大夜 那个在台里就是整这个一个片子的问题 整整一宿 没合眼 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就是前面一宿 我连到第二天的中午 在整这个片的时候 到后半夜 凌晨三四点那时候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个心慌 就是心跳得特别厉害 而且看着屏幕就感觉有点恶心 当然平时也并不是总是这么大夜 但是那天正好事比较急 所以当时我就感觉 哎呀快要不行 对那时候我就担心大半夜的 这这这万一要是倒在这块怎么办呢 我真觉得咱们人到中年 就不能这么熬夜 是还好就是平时没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就那天晚上我就感觉这时候有点严重了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 就平时也没什么这个问题 对吧 只是偶尔这么一下子 您帮我分析分析 我这要不要去把个脉 做个什么和词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从主持人说的他自己的症状情况来看 其实我们熬夜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对 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避免不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主要是说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说 那么阳气晚上应该是阳气入阴 因为晚上阴气比较重的时候 那么你还在工作 那么阳气不能入阴 而且你在消耗你体内的阳气 因为阳气主动它就有推动的作用 就有温序的作用 就有气化的作用 就有防御的作用 那么你在晚上仍然在消耗你的阳气 那么你就会出现一些 胸闷气短 那么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也规劝各位工作当中的人们 要尽量地避免晚上熬夜的情况 要保证好睡眠 那么防止一些吸血管事件的发生 有一些年轻人 为什么会出现突然的处始 而冠状动脉情况并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熬夜的时候 半夜因为迷走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那么冠状的情况 因为迷走神经的作用 处于症状的状态 这个时候冠脉的血供非常少 你仍然在工作 仍然在消耗 那么心脏需要大量的血供来支持 你没有血供 所以这时候就是容易出现 吸血管事件的发生 也就是这个原因所在 所以你胸闷气短 也是因为你冠脉缺血 不能满足心脏的需要 所以引起了胸闷气短的症状 这时候就应该注意休息 好好地休息 不一定出现一次这样的心慌的症状 不一定需要去医院 但是要保证好睡眠 充足的睡眠 对吸血管疾病是会有非常地好处 幸亏那天就是偶尔来这么一下的 你们不知道 第二天中午我整个人都精神恍惚了 看着阿芝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看了半天 看了一会之后 金手花 正是这种状态 说到这里的话 刚才你们不是说 你们也有过心慌的状态吗 赶快王老师在这话问一问 怎么回事 对 我觉得你看我们年轻人 这个时候要是总熬夜压力大 就是心脏感觉不舒服 但是你看家里老人就不是 他们睡眠 他八九点就睡了 但是他们是不能干活 一干活一运动 或者是有时候翻翻地什么的 这活干累了 他觉得心脏不舒服 那心意这么准时 他怎么也不舒服呢 是不是老年人 跟他年轻人不一样啊 对呀 老年人如果出现心慌气短 就要应该立即到医院看 因为老年人呢 他可能有动脉中央硬化的存在 血管弹性不好了 那么他可能会存在有冠心病 那么冠心病如果老了以后 就会导致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 会导致心肌的缺血 缺氧 所以他一累着 那么冠状动脉所需的氧量就要增加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胸闷气短 心慌等等这样的症状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有身边有这样的老人 应该告诉他们 要立即地到医院去就诊 导致心慌的原因居然有这么多 那一旦出现了心慌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应该尽快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 进行诊断 以免耽搁病情了 那接下来缓解心慌 都有哪些方法 出现心慌应该注意什么呢 广告过后 让王老师给我们一一讲解 哮喘慢足费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哮喘病医院 提醒您稍后节目更精彩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足费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阎都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公平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便宜真便宜 工厂家职工价 款款都是成本价 11月2日至9日 辽宁盛世红运精品红幕战销会 成本价超低精品红幕家具 2000多件精品红幕家具 红幕工厂直接带货到现场 款款金包价 渐渐渐漏价 红幕首串9块9 红幕改面仗19块9 花梨方凳99 张目香1900 花梨茶台7900 经典博股价8600 20多万的花梨 整整30件全物家具 仅需38800 抓住机会抢红幕 错过机会贵几倍 活动仅仅8天 仅仅8天 想到赚到 买贵一万 赔一万 活动立志 辽宁工业展览馆 一号厅 咨询热线 4007655008 葛洪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桂龙药膏 小船慢足费 延都有把握 2283-7999 延都小船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回到健康朋友圈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王老师 我问一下王老师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就是也是学中医的 跟我还真是讲过 说这个不同年龄段 可能这个心脏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 好像什么阳虚 阴虚 那当然我不是学医专业的 我就给忘干净了 您能不能帮我们再讲一下啊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是不是也能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出现了心阳虚的情况下 它会表现有心悸不安 胸闷气短 情寒之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怕冷的症状 面色苍白 舌子暗淡 我们一伸舌头一看 它舌子比较暗 比较淡 这种情况 是心阳虚的表现 来 各位观众 咱们对号入座 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症状 阳虚 阳虚的话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体质会容易造成阳虚呢 一般往往多建于老年人常见 我们看一看 就是老年人往往建于阳气不足 会出现心阳虚的症状 往往临床上 像怕冷等轻荒等等的症状 会出现 没错 是的 就像这个老年人 还没入冬入秋呢 就把什么秋衣秋裤啊 马上穿上身 对 就是怕冷 他还叫做年轻也得穿 没错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心阴虚的症状 心阴虚呢 晚上容易出汗 那么头孕误旋 头孕时常的会出现 头迷糊的症状 耳鸣腰酸 有很多人会出现 我腰酸 或者会出现耳鸣的症状 这种情况 一般我们临床上 称为心阴虚这样的情况 心阴虚的患者 往往的会表现为 心跳普遍会增快 所以我们有一些人 他会出现心跳过快 那么消瘦 会出现手心繁热 这个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 心阴虚的表现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阴阳两虚 那么这种情况 它出现了阴虚 同时也有阳虚的症状 那么临床上表现 就是一个心肌正充 雄瘦短气 身体比较瘦 而且气比较短 那么虚烦不眠 心情比较烦躁 而且会睡眠不好 那么致汗倒汗 它无论白天和晚上 都容易出汗 同时伴有咽干口罩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那么阴阳两虚 是属于病情 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你出现了 既怕冷又怕热 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阴阳两虚的症状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要把这些识别出来 王老师 那您看像这个心阴虚这些症状 如果说出现了 我有什么办法来注意一下 来调节一下 或者说是咱们家里 简单的治疗治疗 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几种症状 其实我们都有相对的药物能够治疗 像如果出现心阴虚 手脚心发热 口干 口渴这样的 你可以平时吃一些天王普心丹 这样的药物 或者是白子养性丸都可以 那么像出现心阳虚 要怕冷了 那么容易疲劳了 那么我们临床上也有一些方子 像桂枝甘草汤 桂枝龙骨牡蜜汤都可以用 我们大家可以买一点桂枝 买一点甘草 那么2比1的一个比例 回家熬一下 可以喝一下 那么它就有振奋新阳的一些作用 再有一个就像阴阳两虚这样的 那么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方 《伤寒论》当中就是 心动剂麦结代 自甘草汤主食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自甘草汤来治疗 那么最好是到医院去请求 专业的医生可以指导治疗 好 谢谢 还有就是现在呢 我一拿出手机 我就发现有一些自媒体 当然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我就不了解了 但确实有很多 关于健康方面的自媒体 它出了很多的小妙招 当您讲到老人怎么怎么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怎么想 记住我这个方法 几招教你怎么怎么搞定 有说柔症的 还有说拿针扎哪的 还说你要去按摩什么地方 还有说吃什么东西的 那还真是这样吗 有没有什么身体 什么样的穴位 需要怎么刺激 就是按压什么的 就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临床是有的 有一些穴位呢 能够起到养心安神 能够治疗心慌气短 像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 像神门穴 神门穴呢 在腕横门的尺侧端 也就是我现在所摸的这个位置 那么指侧万曲肌腱的一个 挠扯咬线处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穴位 好 来大家学一学 如果有心慌的时候 你旁边没有针刺的情况下 可以大家用手摁 摁到栓麻胀的感觉处 可能就会有效了 大家心慌或者心痛这些症状 可能就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 还有一个内关穴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掌横纹的上 三指吧 三指两寸 三指的这个位置 那么两根正中 正中这个位置可以按 也可以按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也出现酸麻胀的感觉 可能就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有宁心安神的一些作用 大家如果出现这种 大家可以尝试到按一下这些穴位 左右手都可以吧 左右手都可以 左右手都可以 那王老师 那您说我们是 一下一下地点按呢 还是应该揉呢 一直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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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按住以后呢 可以加大一点力量 导致它一些酸麻的感觉 王老师帮我们总结了 这么多的指指点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仔细认真的记了一下 如果没记清楚的话 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咨询 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答疑解惑 好 -end---- Term伤